上市公司群创光电再爆出内鬼A钱贪污弊案 新北地检署查出 2014年到2015年底 群创行动产品事业三处 一位林姓处长与第一总处杨姓总处长 涉嫌包庇面板代理商 提高代销日本夏浦公司面板的佣金 以及在得标后转卖群创次级的面板 利用海外账户收取回扣3000多万元 今天检察官依背信罪将两人涉案人起诉